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解析 带您送点扫描国际黑蓝 路透社的报导指出说 North Korea unveils first tactical nuclear armed submarine 北韩推出了第一艘的战术和潜舰 这就是北韩第一艘的战术和攻击潜舰 举行了下水的仪式 并且编派在巡逻朝鲜半岛跟日本之间的海域的舰队旗下 那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出席下水仪式的时候表示了 海军配备核子母舰是紧要的任务 他还承诺要向海军移交更多的配备是战术核武 还有潜舰和潜艇等等 目前还不清楚是这艘新的潜舰 它会配备的是哪一种的飞弹 北韩曾经试测过多枚的远程潜舍的弹道飞弹 还有短程的潜舍弹道飞弹 以及是可以从这个潜舰发射的神异飞弹 目前是还不清楚北韩是不是已经完全开发出 安装在这一类的飞弹所需的微型核弹头 不过分析人士也表示如果北韩恢复合适 打造的是完善的微型核弹头 很可能就是它关键的目标之一 接下来看到卫报的报道 Elon Musk ordered Starlink to turn off during Ukraine Offensive 好 Elon Musk 马斯克呢 他在乌克兰攻势的期间下令关闭新链 外面报道指出说马斯克曾经偷偷命令 他的工程师要关掉克里米亚沿海附近的星链网路 破坏了乌克兰对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偷袭行动 这是作家艾萨克森 他在即将出版的《马斯克传记》中提到的 他说当在有炸药的乌克兰水下无人机接近俄罗斯舰队时 因为他们失去了讯号被冲上海岸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事后乌克兰的副总理费多罗夫 又恳求重启卫星 但是马斯克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动用核武 来回应乌克兰的攻击 马斯克表示乌克兰使用星链威胁 向俄罗斯发动战略攻击 已经走得太远 因此他拒绝了费多罗夫的提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